哈喽,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编,很开心又和大家见面了,说到斗罗大陆,小伙伴们都能想到五魂殿了,这里面不仅汇聚了很多人才,还有不少古老的传承,是大陆上比较强大的一个组织,众所周知,萨拉斯是五魂殿的白金主教,虽然他的实力只有魂斗罗层次,在五魂殿当中只能排到中游水平,但他却深得比比东信任,就连几个人都没有, 其他同等级主教都得对他毕恭毕敬的,地位甚至超过了封号斗罗,可以说是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啊,在动漫之前的剧情中,萨拉斯还被比比东派去当魂石大赛的负责人,为五魂殿挑选有用的人才,那么有的人可能会好奇了,萨拉斯的等级并不高,为什么在五魂殿中能有这么高的地位呢,就连主持魂石大赛这种重要事情都交给他负责,其实这是因为萨拉斯的第七魂缓达到了九万年的年限,除了唐三等少数几人之外, 几乎很少有人可以超过他,再加上他的五魂质量比较高,战斗力堪比弱一点的封号斗罗,所以比比东才会那么弃重他,如果唐浩看到萨拉斯的第七魂缓,那肯定会说一句羡慕了,毕竟唐浩自己的第七魂缓才七万年,远远比不上对方的九万年,各位小伙伴们,你们有什么看法呢? Hello,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编,很开心又和大家见面了,说到斗罗大陆,小伙伴们都能想到五魂殿了,这里面不仅汇聚了很多人才,还有不少古老的传承,是大陆上比较强大的一个组织,众所周知,萨拉斯是五魂殿的白金主教,虽然他的实力只有魂斗罗层次,在五魂殿当中只能排到终有水平,但他却深得比比东信任, 就连其他同等级主教都得对他毕恭毕敬的,地位甚至超过了封号斗罗,可以说是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了,在动漫之前的剧情中,萨拉斯还被比比东派去当魂师大赛的负责人,为五魂殿挑选有用的人才,那么有的人可能会好奇了,萨拉斯的等级并不高,为什么在五魂殿中能有这么高的地位呢? 就连主持魂师大赛这种重要事情都交给他负责,其实这是因为萨拉斯的第七魂环达到了九万年的年限,除了唐三等少数几人之外,几乎很少有人可以超过他,再加上他的五魂质量比较高,战斗力堪比弱一点的封号斗罗,所以比比东才会那么器重他,如果唐浩看到萨拉斯的第七魂环,那肯定会说一句羡慕了,毕竟唐浩自己的第七魂环才七万年,远远比不上对方的九万年,各位小伙伴们,你们有什么看法呢? 是